天氣真的好熱 今天台北的氣溫測到了新高 來到38.9度 根據統計光台北站 這個月以來測到37度以上的天數有9天 38度以上有3天 也讓6月的用電量創下了新高 台電為了要安民眾的心就喊出不缺電 而且備轉容量率一直維持在10%以上 不過24號重啟台中火力發電廠卻惹出了爭議 有專家認為是不是因為缺電 才需要重啟中火呢 但有環團表示 台電測試是為了要未來作為備用電 並不是現在有缺電的問題 氣溫飆到38度 電家除了要開空調呢 還要開像是這種移動式的冷氣 才能讓電面降溫 這也讓6月用電量創下歷年同期新高 台電安民眾的心喊不缺電 還點出未來兩個月電力供需預測 近尖峰供電能力高達4200萬千瓦 尖峰負載約3791萬千瓦 且備轉容量率10.8%都是安全的 但為何急著重啟中火二號機 我們的備轉容量已經低於10% 低了多少我們不清楚 就看台電願不願意講實話 這10%是哪裡來的 其實是目前還在服役的核二廠跟核三廠 加起來就是10%的備轉容量 政府說不缺電 可是我們卻被逼得要去開這些燃煤的機組 面對質疑台電也表示由於早晚用電量差距大 台電人員必須努力調度 有看到太陽嗎 有 像是21日全颱風上帝金戒指日環天文奇景 也因為陽光量減少 當日太陽能發電量一度驟減 瞬間減少169萬千瓦 相當兩部通銷新燃氣機組發電量 缺電不是關鍵 而是怕供電不穩 就怕造成民生與工業重大損失 所以這也讓台電急著尋求備轉能源 未來我們用電在更大量的話 因為我們現在不知道會變多熱 如果更大量的話 我們可能需要有一個備用的餘域 但並不是說現在缺電 再者面對台商回流用電增加 怎麼超前部署 盤點機組供電穩定 恐怕是當務之急 東森財經新聞 李萌山中人瑞台北報導 根據職業 一次降機 定位 登機 關鍵 涼大